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34岁杨幂大秀清凉照,意外暴露出漫画腿,皮肤细嫩少女感十足。 前不久,杨幂工作室官博在社交平台上放出了一组美图,引发了广大吃瓜群众的关注。 照片中,杨幂上身穿着一件宽松的白长衫,下身穿着粉色的超短裙。 露出了一双修长的漫画腿,再加上它留着一头乌黑的披肩长发,少女感十足。 而在第二张图片中,杨幂单手扶着脑袋,一只脚尖电立在地面。 另一只脚搁在椅子的扶手上,腿长白嫩得优势妥妥得展露无遗。 很有网友看到这里纷纷炸开了锅,不少人表示美图太少了不够看,央求着能够多发几张。 甚至还有部分网友不理智的对杨幂称呼为老婆,表示道,我老婆好美。 另外在此之前杨幂本尊也亲自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过九宫格美图。 引起的轰动更大,足足有100多万转发,12万评论和45万点赞。 大秘密不愧是娱乐圈中的超级顶流。 在大秘密主动晒的生涂中,她面带黑色口罩,头顶白色帽子。 上身穿着蓝黄娇夹的卫衣,大玩下衣失踪,其美腿的特点一览无遗。 不得不说杨幂的双腿确实好看,大小腿粗细差不多。 非常匀衬,不仅男生喜爱看,就连女生也是羡慕得不得了。 众所周知,杨幂在娱乐圈不仅是美貌独树一帜,而且还是公认的劳模,非常敬业。 她四岁在历史剧《唐明皇》。 终饰演贤怡公主出道,五岁被周星驰看重出演武状元苏启儿逐渐被人熟知。 后来还与六小灵童一起主演儿童剧《猴娃》,获得了第十四届飞天奖少儿。 电视连续剧二等奖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杨幂也慢慢爱上了表演。 最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本科班。 在读书期间,杨幂依旧坚持保持较高的活跃度, 他喜欢利用演戏来磨练演技。 因此在《大二》和《大三》时分别主演了《神雕侠吕》和《王昭君》。 并获得了那一年精英观众喜爱女演员奖的提名。 虽然在2008年杨幂只获得了提名。 但是他在2009年凭借着实力赢得了四小花旦的称号。 自此之后,杨幂的演艺事业仿佛像开了卦式的一路飘红。 相继主演了《仙剑奇侠传3》、《宫索新域》、《古剑奇谈》。 《亲爱的翻译官》、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、《扶摇》等等热播剧。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电视剧女王。 在工作上,杨幂秉承的原则是亲力亲为。 一丝不苟。 每次拍戏时他从来都是在规定时间内到达剧组。 而在去剧组之前他都会赎杯台词,甚至还会利用休息时间去巩固。 在拍摄《扶摇》时里面包含大量武打动作戏,而杨幂从来不会喊泪。 所有戏份都会亲自完成,很多现场工作人员看到都直呼心疼。 他却说,其实扶摇是一个很坚强的人物。 如今回过头看,杨幂为何能够在娱乐圈中红透15年之久依然受欢迎? 除了她的美貌还有她的努力。 毕竟好看又努力的女生,谁会不喜欢呢? 你们喜欢看杨幂演的电视剧吗? 欢迎留言讨论。